我的方法其实很多人都讲的叫农场理论 因为农场理论你可以用各种形容 你可以养鸡养鸭养鹅 因为我个人喜欢喝咖啡 那我就说我这样种咖啡树 那咖啡树其实用咖啡树来解释的话 就是一般人赚差价的 就是我今天买这棵树 当树长了我就把这棵树卖掉 我明天再买两棵树 两棵树长了就卖 所以一会儿是有树 一会儿是有钱 有树有钱 那我们这个咖啡树存骨 巴菲特的原则就是 我买来树我就一直种着它 等它结释结果了 然后我再存的钱我再买两棵树 两棵树可能过一年就变四棵树 四棵变六棵 然后终于有一天你的后院的原子树多到 多到再买地 再来种树 有可能 所以它的存骨就是累积 最主要就是累积 那咖啡树我的存骨方法 有两个原则就是 巴菲特他讲说买进 买进的两个原则就是挑好公司 当你的公司不符合好公司的原则 不管价钱有多好都不满 那是之前 以前有个理论叫什么减烟屁股的那个 但也减烟屁股 他就是只要低到不得了 就有差价他就买 但后来 那个巴菲特有改掉 就是说当你不是好公司 所以我们好公司最简单就讲究说 这家公司营运正常 他每年固定配股利给你 这就是好公司 那再就是第二个是好价钱 因为我们存股 我们希望存的那个利息 是要比银行高 所以变成你买进的价钱越低就越好 当然 那所以我们要等好价格 是 你要自己去算 那巴菲特讲过 买股票几乎是你不要卖 但是呢还是有卖出原则 这边有三个卖出原则 如果你要卖的话 对 第一个股价贵了 但是股价涨了不见得是贵 他是认为你要贵了 你才卖 因为贵到一个程度已经 比银行的利息高不了 差不多了 那你可以考虑先卖掉 那第二个是公司变坏了 也就是你当初买进的理由消失了 那公司产品 比如说原来中华印象馆 他是世界第一印象馆 但是现在没有人再用印象馆 所以这次公司已经开始忘下了 所以你不要跟这家公司谈恋爱 该发觉不对劲了就走了 那第三个呢 条件就是说 虽然这家公司不错 他配了5%的意思 但我怕首先 业力推荐的另外一家配10% 那我赶快就说 我又换到我有更好的表底 我就把它换了 所以这三个卖出的条件 那对我个人来讲 我这20年 我前面这所有的条件都碰到 只有第一个股价变贵 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 我很希望碰到哪天 我股价变贵 但是以巴菲特的算法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其实你讲到公司变坏 我看你在书里面还写到了 大同也是 那个电锅 你可能大家都有了 不一定要买了 或者是他们现在这个 老人家没有不在了 他的理由就是老人家不在了以后 而且是 不是说老人家不在了我就要卖 王永庆不在了我没有卖的原因是 因为发觉他们后来接班的 井然有序 而且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治理 而且获利的能力 没有太大改变 所以我就会留的 但大同公司相对的 纷纷扰扰 一直不断上新闻 我想说我要跟这家公司共患难吗 所以其实他的判断就还蛮符合 我们平常就可以观察得到 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说 那家公司在做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有啊 你看一下新闻就知道哪些公司 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了 对 OK 老师要教我们一下算一下 怎么算算我的钱变多 这怎么算 本利比 本利比的话 因为我们把它换成成利息 所以我这边中间称为合理价 就是5%的利率 5%的利率大概就是你的利息乘以20倍 那如果以大统一来算的话 他的合理价差不多就在100块 那100块 就是当他是100块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了 他就是5%嘛 5%嘛 但是便宜价来就是10倍 10倍 这10%就好就掉下来 对 所以变成说今天的价钱 他越低 那个位置越低 就越适合买 当他价钱变到40倍的时候 就超过200 我们就认为贵 所以今天现在目前大统一的位置 是比合理价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前一只股宅有跌过 100块以下 这个是因为他正好是5块 就很好去算 那我们燕丽喜欢的台积电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算 跟你一样都拥有台积电 对 因为他是9块5嘛 假设我们用9块5来算 所以他的合理价就正好是在199 现在航贵价是380 是 理论上说现在他的价位是比较靠 有点小贵 有点小贵 所以我们就变成 可以考虑说 现在可能不是买进台积电的好 反而是前些石股在的时候 台积电掉上来 那尤其是破300的时候 大概那时候买起来是 会每天都笑 对 笑得很开心 对对对 没错 笑得鼠糙 不要这样 好 我们刚刚讲的是存股 这是谢世英老师的一个方法 但是有些人除了存股之外 是不是我也可以用赚差价的方式 严利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 可是就是每个人的方法 跟资金状况 风险承受度 还有你工作的状况都不一样 像我觉得谢老师 他的这个方法非常适合上班族 然后急需要稳定现金流的人 我觉得这个族群蛮适合 就是谢老师的方法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个性级 没有 因为你有时间你有在观察 并不是像有些人他很忙 他放着都没有在看 就是刚好我们所属的行业 是可以让我们天天看盘的 然后老板会 老板会希望你看越久 看越认真越好 看出问题来 对 但这样就会有一个小盲点 就是极有可能 我赚了价差 但是呢我这个鼓励的部分 我比较没有办法拥有那么多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迷思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就是我买了这些好股票之后 那就是我自己会是挺一点 那要看大盘当时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我觉得大盘当时比较动荡不安 那我可能就会设个10%到15% 那如果我确定今年是一个大多童年 然后比较不会是一个相对太高的位置的话 那可能我就会持有比较久 我会报个赚个两成到三成 就先获利了解 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像谢老师一样这么优秀 可以放个10年以上 然后赚他很多很多的股息 我倒是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但我有想过也许我55岁之后 我会采用这个方式 因为他会比较适合我当时的心境 跟我的风险承受 是 所以如果是你是年轻人 你要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要知道他的时间要拉得比较长 那如果说你是有时间可以看 你也愿意做功课的话 你选择方法其实可以不一样 但是燕利你自己在选股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跟看法 对 其实我觉得存股这件事情 是有一点点的bug在里头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这家公司 如果说它是一个产业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然后它又不是属于 就是说它也许当年是 number one的公司 但是它随着这个产业竞争很激烈 它的在世界上的排名 是节节败退的话 那你可能是越存越求 比如说当年有些手机股 它的股价非常非常漂亮 那如果你报到现在的话 我不相信你就是会有多少的财富 甚至你的资产是大打折扣 你是在咖啡树下哭泣的那种 对 所以就是完全符合 谢老师刚刚理论 第一个就是你要是一个好公司 而且是这所谓的好公司具体来讲 它可能是全世界 number one number two的公司 那以台积电来说它是晶圆代工 那如果说是国内的话 像刚刚大统一 我自己也蛮喜欢大统一的 至少它在油脂类 它是number one的公司 所以你一定要是要选 number one number two的公司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最好是它的这个产业竞争门槛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别人要进来也不容易 或者是别人进来 它只能够去 去分到你一点点 就说你吃了它喝汤 这样可以吗 它分不到一杯羹 只能是一点点薛薛 对 其实基本上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呢 它的配息不能太少 因为有些公司自己赚很多 可是呢 它配给股东的这个金额 或者是殖利率没有这么好的话 那这种公司也不是我们喜欢的公司 是 对 然后顺便讲一下微效曲线 好了 你建议的方法 对 因为这个方法是 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 一般的小资族跟上班族 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燕姐现在台股一万一了吗 我还可以存股吗 那当然市场上其实现在有两派 有一派分析是认为说 整下台股都一万一了 除非你确认台股有机会涨到一万五 否则现在不适合存股 因为极有可能台股是 回得到八千跟九千点 所以有一派分析是这样的看法 那另外一派分析是觉得说 反正定存现在是0.84% 那反正您只要确定 刚刚我跟夏老师 我们推荐的一些 可以存股的一些逻辑跟方法跟原则 那即使你高点进场 那微效曲线的逻辑 就是说即使你高点进场 那每跌一段你都有买 那反而是它跌 股价涨回到你原始的一个价位 也就是我10块钱进场 但是跌到8块我也有买 跌到6块我也有买 从6块呢 上来的时候 它盘整很久在6块 我还是有买 涨到8块我也买一张 然后涨回10块我也买一张 不好意思 对涨回10块我也买一张 换句话说呢 感觉上大家会觉得说我是10块进场 10块卖掉好像没什么赚赔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呢 你可能会赚到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就是呢 所谓的摊提的成本 因为呢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有买 所以呢你光是摊提成本的部分 到最后呢 其实你是赚了将近三成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状况就是谢老师刚不停强调 利息你通通都有赚啊 特别是如果说他配的这个现金 是一模一样的话 当你股价跌下来 你殖利率是往上升哦 当然有的公司 有的公司是获利下来 他配的金额也变少了 这是另外一种状况 所以呢 另外微笑曲线你可以赚到两个 一个呢就是你同样的价位进场 然后同样的价位卖出 你还是有赚到他的这个 股价的一个涨跌幅 因为你已经摊提成本掉了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不停强调的 就是利息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呢 像我们刚刚我们知伦就问我说 那燕燕姐那重点是 我怎么知道这档股票 我十块钱买 他接下来呢 即使利益了一些股价的起伏 他还是可以涨回十块钱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你产业要有竞争力 然后呢你公司要有竞争力 你配息不能配太差 这样讲好像很简单 其实还是要做点功课 不然就是买一本谢老师的书 回去看好吗 书很便宜的